属灵心堂知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 我们每天都活在善与恶斗争的日子里 善就是要我们做出牺牲 恶却要让我们得利 就连使徒保罗也必须面对这样的挣扎 因为励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善与恶的距离是那么的靠近 一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行的是善 但是在没有查证下 却资助了恶行 在这是非黑白难辨的世界 就连行善也要经过思考 在善与恶的模糊空间 我们应当如何做出选择呢 我们行善是带着知识的私欲 我们的善行是否合乎上帝的道 我们的善是支柱善还是鼓舞了恶呢 如果我们行善是合乎上帝的道 就当尽全力去行 如果我们的善会造成罪恶 暴力欺骗的就当拒绝 不要让人滥用我们的善 去完成撒旦的恶 这是我们必须有的警醒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我智慧去分辨善与恶之间的模糊空间 让我的善是神喜悦的 而不是造就恶的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